今天要跟你分享新的系列 然后我会以以佛所述来做一个开始 然后你也知道以佛所述是 以前我们讲过以佛所述呢 是保罗这那么多书信里面 得到启示最高的一个书信 所以呢我相信我也希望我能够花多一点时间 而且我也故意把以佛所放在最后一本书 给今年度来查好 那么以佛所我希望说我能够用七个系列来讲完它 其实我告诉你 曾经有个牧师在英国有个牧师叫John Stock 就是约翰斯托牧师 他用以佛所这本书呢 每个礼拜讲 每个礼拜这样分享 就一拿一张接着慢慢去分享 然后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对吗 他总共用了五年才讲完以佛所 所以以佛所里面有很多太多的丰富的奥妙的 很多的星期在里面担心 但是你放心我没有打算用五年跟你讲以佛所数 我希望我能够用七个系列 我把上帝按在我心里面 特别要跟你们分享的那个一个主题 其中一个主题来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希望在七个系列里面呢 能够完成它 只有七个礼拜来完成这个 这个以佛所数的信息 还没有跟你分享 上帝的话语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这个笑话的主题叫应酬 最近我很应酬人家 所以我很同感身受的 什么叫应酬 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在晚间跟妈妈一起共度晚餐 然后爸爸没在 就很扫兴很失望的问妈妈 妈妈为什么爸爸总是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餐 然后妈妈说 没有办法 爸爸要在外面做生意 所以他要应酬 然后五岁孩子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应酬 也不懂应酬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问妈妈 妈妈什么叫应酬啊 然后妈妈为了要让五岁小孩子 容易明白什么叫应酬 他就用很简单的意思告诉他 应酬就是你去做一件 你不喜欢做的事叫应酬 然后妈妈听了 他儿子听了 哦 我明白了 然后就当晚就去睡觉 就这么各天起来 然后这个小五岁的孩子 要去当幼儿园 就穿好衣服 然后吃了早餐 拿了书包 然后就跟妈妈说 拜拜要去上学了 然后转过头跟妈妈说 妈我去应酬了 所以今天早上 兄弟妹 我也希望你不是来应酬的 你是来见上帝的 你是来敬拜神 阿们 你不需要应酬我 你也不需要应酬上帝 因为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位神 在你的生命当中 阿们 阿们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打开 以我所说的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到第十节 然后我们跳到十五到十七节 如果您打开了 我们一起来看 我读圣经和二本 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重神我们的父 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三节 也愿松战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承示我们 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第十节 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卷选的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然后我们跳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的信 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足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那我们稍微给你一些短片 看看以佛所里面的介绍 没关系是有圣灵的 这个以佛所里面的奥妙有智慧有爱 然后还有救赎 然后有圣灵的奥妙有能力有得胜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呢 以佛所是一个相当丰富 属灵的奥妙和属灵的秘密在这以佛所里面 那么很多人信了耶稣 很多人就是这样 因为信了耶稣这样就OK 入门就可以了 其实神经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拯救我们 好像我们买一样东西 比如说我买地风扇回来 其实你每次买一样产品电器 他都会给你一个menu 就是操作手册 很多人买了电器 买了产品 就把那个手册丢掉了 没有用了 其实呢 耶稣拯救了我们 不只是把我们按住在家会里面那么简单 其实他要我们知道 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 今天我要讲的系列 可能要回去 要回去 你就再继续一下 我讲的系列就是属灵产业 这个系列 原来主耶稣基督 在生天复活生天之后 留下来给我们的 很多的产业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去看那个手册 所以每一人基督徒 有上帝预备给我们 赐给我们 这个所有的产业 属灵的产业给我们 我们并不晓得 你看 一位有钱的人 有钱人 他当他临终的时候 他会做 遗族 对吗 他就会把他的财产 然后分出去 一个有钱人就能够分财产 更何况我们的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你认为他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遗产呢 和属灵的产业呢 很多人不知道 做一个基督徒 他有 上帝已经预备给他 赐给他的产业 所以呢 今天我们会用一系列 这几个信息 几个东西 上帝要给我们的 我们来查考 第一个今天我要 第一个星期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的灵 那我还可以讲智慧的灵 我要让你了解 以佛所的一些背景 我们来看一些背景 OK 以佛所的特点 当然你也明白了 我之前已经有讲过 以佛所是 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一本书 OK 他是监狱书记之一 他是保罗步道里 里程中传到最久的地方 他总共待了在以佛所呢 三年那么久 其他的地方都是 半年啊 三个月啊 然后中间有一个 比较长一点的 就是一年八个月 就是在哥林多 更多教会 以佛所教会 是他待最久的 教会来的三年那么多 然后呢 他也是保罗领寿 最高启示的一本书信 他是复印最兴旺的 一个城市之一 认罪的人烧 焚烧的价值五万块钱的 写书记 之前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他总共哎呀 你说五十五万块罢了 我也有 其实两千年的五万块 你要概念 你要明白 当时两千年前的一个公家 一个工资 一天的工资等于一块钱 五万块钱呢 就等于五万天 你有分过这五万天是多少年了 五万天等于一百三十七天的工作天 还加上没有新啊 没有假期啊 要假期不值啊 无新的工作 无修的工作天 一百三十七年啊 所以你看他们烧掉的那些邪数的书 有多大 有多少 是很多很多 所以呢 以活所是一个很属灵的一间教会 属灵的气氛相当高昂的一间教会 因为有保罗去传福音在那边 使到很多人得救 然后呢 他帮助我们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 现在所发生的事 很多人 基督徒信了一书之后 他还原本留在现代现今的观点 很多人忙 包括基督徒也是 他们忙赚钱 忙买屋子 忙买车子 却不知道他们只是占据在这个世上而已 所以 以佛所帮助我们呢 用永恒去看这个世界 而不是从这个世界去看永恒 明白吗 所以我们的价值 以前我上了课我明白 以前我讲价值观价值观 价值观的价值是一样 其实不一样的 价值观是原是已经既定了 价值是我们本来是有的 所以价值和价值观是不同 但是我们也不能跟你讲价值和价值观 但是我们常常把那个已经既定的价值观 放在我们身上 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常常活得很不快乐 我们常常活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用现今的价值 目前的价值来去看永恒 以佛所书呢 帮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 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世界 那我跟你讲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第一次上帝说 你要从你的父家 离开你的本家 本族离开 去我赐给你的地方 阿波拉罕是从 不叫他出来 他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圣教士 上帝叫他出来 从他地方去到他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圣经里面说 第一次上帝称阿波拉罕 成为希伯来人 在希伯来人 这个意思在希伯来言文 意思叫做 叫什么呢 原来是 异类 异类在英文叫 alien 常常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alien 我们以为我们跟世界一样的 当你的眼光 你是在世界的人的眼光 你是异类呢 攻击你 为什么呢 因为阿波拉罕就是当地的异类 然后呢 上帝才把他称为你死活的朋友 我是al galeo 上帝的朋友 所以上帝称阿波拉罕 你是我的朋友 常常上帝不把你当个朋友 因为你跟世界做朋友 上帝称阿波拉罕 成为希伯来人 就是说 阿波拉罕很清楚 他不属于这世界 他来这世界 他来到这个地方 只是暂居 只是暂时而已 所以一天 上帝要把他带到一个 他的地方 应许的地方 今天说你姐妹 如果你要有 知道你的 你的价值在哪里 你的价值在 你怎么来看 你自己 而来怎么来看的世界 我们拼命的 我们不断的拼命的 要跟世界 被世界来认同 我们要世界来被人 被世界来肯定 因为这么样 我们往往就被上帝封定了 我们因为这么样 往往就被上帝拒绝了 今天 我再问 你是异类吗 如果你不是异类 你就有祸了 因为你是属于世界 这世界将要灭活 所以呢 它是一个 用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的世界 然后它是一本天上的书 第一章讲到天上的福气 第二章讲到以主同坐在天上 第三章说天上各家 以我们以同得名 第四章讲到 主圣天高天 赏识我们各样的恩赐 第五章讲到天上 我明 在地上生活的样式 第六章 说我们怎样以天空的恶魔来战争 甚至最后一个点 使徒耶翰也曾经到过以佛所 因为那时候拜偶像的很多 然后 使徒耶翰 使徒耶翰 来到以佛所 就诅咒那个 我忘记它中文名字 不好意思 我没有准备 她的那个 她拜一种女神 叫Diana God Goddess of Diana 大 不是Diana 不能翻译 就是有一个名 大 大什么 大米亚 大雅米神 就是这样的女神 就是说 这个 她的神像 有很多很多 她是女神来的 她的神像有很多 很多女房的 就是说 她们 就是 那些 里面都是 女祭司 女祭司呢 是跟男人一起 行灵在圣殿里面 这样的 很邪的一个 一个宗教 然后呢 约翰去了 以佛所指着 那个神像 指着那个庙 来 诅咒那个庙 真火不起来 不久呢 这个庙就倒塌了 跟神像也倒塌 到今天 你去以佛所 以佛所也就是现在 现在的 土而其 一个地方 你去看她的神庙 她和神的庙宇 到今天都不能见起来 所以 这是有一点点故 我们来看这个背景 了解了之后 我们来看 神经说 一次的产业 原来 产业已经给了我们 不是等候才给我们 或将来才给我们 我们常常说 我们常常跟人家讲 我信了耶稣 我们一天会上天堂 那是将来的事情 但是 你信了耶稣 上帝在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那边 已经为我们 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没有忘记 圣经讲什么 圣经在 圣经讲 圣经讲 耶稣在十字架 最后的一口气 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 很多人没有生气 耶稣讲了一句话 在十字架里面讲 然后他就断气 英文叫什么 This is finished This is done 完了 完成了 他在十字架的工作 在十字架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他就能够把他所有 身上的所有的能力 祝福 得胜 救赎 包括一切都赐给我们 包括给了我们 今天我要讲的 属灵的智慧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赐给了 不用再追求了 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 这么说 奉神旨意 包括做使徒 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的旨意 那 头里面我要跟你讲 你一生当中 你最好 真的要勇为去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你没有神的旨意 去过你的生活 你会过得很糟糕 你会过得很乱七八糟 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 包罗说 我不是奉神的旨意 来做使徒 而不是因为我爽 我喜欢 我做使徒 因为我很清楚神的旨意 为什么神的旨意那么重要 因为当你知道神的旨意 你就很确定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神与你同在 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做任何事情 是上帝与我们在一起 而不是我们当一枪一匹 我们一个人去做 所以呢 保罗说 我正奉主的旨意来做使徒 我不是随便随便 喜欢喜欢就做主的 而是因为有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 不管我喜不喜欢 不管我愿不愿意 今天有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 今天同样的问题 我在问 你知道神的旨意吗 你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吗 如果你没有 你最好找出来神的旨意在你身上 不要无理无睹的过一辈子 保罗很清楚了 你看到他的十三封书信 一开头都是这样讲 我是奉神之以作使 所以说那边你要找出你的 上帝对你的自义主来 当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这表明什么 他表明他是属于主 他是受主差遣的 他是从主那里领受 那个权威的 不是人家给他的 不是因为恩典他叫我来做牧师 所以我成为你的牧师 因为我有上帝的旨意 真名字 他也不是说 因为我是使徒 我就很了不起 我很骄傲 又不是因为这样 他是 而是要衷心地自行主所 托付给他的使命 保罗做使徒 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出于神的旨意 他答应了 他答应了神的选招 他就忠心在那里 受他的执困 然后今天我们看下去 他说 他是我们 天上各样的属灵主器 对吗 这个 这里我们讲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 我们的上帝已经给我们 已经赐成 赐给我们 已经赐给我们 属灵的福气 这属灵福气 我们来看 圆头在那里 圆头是在神 然后呢 领域在那里 是从天上来的 不是地上的 然后呢 性质是属灵的 然后管到世界的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 才能够给我们 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 sorry 这不是给你的 然后 种类各样 各样 各样的属灵 属灵 福气 然后时间 是 神经已经给了 现在要给 还是将来要 所以我们来看 神是一切 福气的 人的眼头 离开了神 我们就得到真正的福气 神所赐的福气 是属天的 是人在地上 无法寻找的 人必须要属灵的眼光 才懂得 想用 这个属灵的福气 然后 属灵的福气 跟属世的福气 是不一样的 属世的福气 让你离开 眼睛神 爱世界 忘记神 但是属灵的福气 使人更爱神 灵性呢 更长进而进步 而且 圣经说 这个福气是各样的 应付我们 各样的 境遇 遭遇不同的需要 人生有不同的境遇 和遭遇 但是这福气 是供应给我们 在不同 不管你是在高山 还是在低谷的时候 这些福气 都是在供应你的 信徒已经 拥有 享用 第一个福气 上帝给你第一个福气 什么 得救 得救 得救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你得救了之后 你就享用其他的各样的福气 所以 凡是我们属灵生活所需要的 神都会 风风复复的攻击我们的需要 介绍我们来看一个字也很重要的 就是说 旧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卷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里面成为圣洁 无有仁持 神的 这边讲 这边讲 挑选 选 选 选呢 不是 不是捨取 啊 很多人以为上帝的选择是 就是这样 不是这么样的 他是从我们 人 在万人当中 特别挑选的那 牧师从小是在渔村长大的 我是在巴东 毛长大的 我无睡 就跟我舅舅出去 出海捕鱼了 捕鱼回来 渔夫第一件套案 要做的事情就是塞水 西无霾 草无霾 这个好的 这个是鸡 这样分的 这叫卷水 你是经过卷水的 不是 轻轻拆拆 这样拉 他买的不是 你是特别上帝爱 特别蒙爱 卷水的 所以呢 神的卷水乃是他 一先有益的 做工作 绝非一种偶然的施舍 换句话说 我们得救乃是 神在创世以前 已经期待 事先人 今天你会走进教会 敬主耶稣 不是偶然 哎呀 今天吃饱太得空 你有没有事情说 哎 这边有这样的 他忽然间走进去 不是这么样的 是上帝安排在一个某 在一个既定的某的时间 既定的某一个环境里面 让你走进他的生命里面 然后 神的拳选 是神的主权的一种主动行为 完全依照他自己的眼光 喜好 需要来挑选 拳选人 所以任何人 均不能被更动他的 改变他的拳选 神的拳选 绝不是盲目 毫无目的的卷选 我们乃是在我们身上 要得着称赞 所以要明白上帝的心意 然后基督乃是神永远卷选的价值标准 非基督 无论多好 神也不要 因为基督说 这个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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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你就在上帝的决定了 阿们 然后最后一个词 我要你特别注意了 不要瑕疵 什么叫瑕疵啊 讲福建话比较容易一点 没有基督 没有瑕疵 不要瑕疵 今天你看你的生命里面 不要看你目前 我常常鼓励自己 我常常告诉自己 我也常常鼓励中原来 不要看目前的人 如果我们常常看目前的人 我们跳楼十次都还不了 还不了给耶稣 因为我们真的不配 但是上帝总是把我们安置 当我当上帝看你的时候 是用将来的眼光看你 我看上帝看美花 不是现在的美花 是将来 荣耀的美花跟上帝一起 同享在他基督里面的 一种的那种的地理 所以不要看目前 上帝要捐行我们 然后我们是毫无瑕疵 然后最后 使你们真知道他 因此我既听了你们 然后我们来看 圣经说保罗不停的为 他们祷告 祷告什么呢 祷告叫上帝赐给他们 赏他们智慧的灵 然后我要稍微 还没讲之前我讲祷告 保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 真正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 不只是过在口中 常常我对你很好 我爱你这样而已 一个最好的最佳有爱心的一个人 是常常为你来祷告的 你不想听吗 我证明给他你的命话 请问你每天你这样祷告 主啊你祝福我的生意 你祝福我的工作 你祝福我的家人 你祝福我的孩子 如果你不爱他们 你会这样祷告吗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祷告都是自私祷告 因为你是为你自己 和你所爱的人 保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他祷告不仅是为他自己的祷告 他说我常在祷告中 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常提了 常常代表他 代表他的代祷是有负担的 是诚恳的 不是敷衍不是应酬的 原来这个是 祷告就是爱心的关怀 祷告是爱的最佳表现 你爱人吗 你爱弟兄吗 你爱姐妹吗 请为他祷告 祷告就是一个最佳的表现 爱的最佳表现 我们来继续看他去 我们还没讲智慧论理之前 我告诉你几样东西 你必须要了解 知识和智慧有多分别 知识跟智慧有多分别 知识就是信息加 信息加思考 你从internet找到一个信息 然后你要思考之后 成为你的知识 知识你可以去读来的 知识你可以去学来的 然后智慧呢 智慧是知识加上创意的应用 就成为智慧 就是说 知识是一种学问 你可以去学来 学 学问 学问 学了又问 问了又学 学了又问 你成为有知识的一个知识的人 智慧是经过岁月的累计 是你把你的知识累计起来 和学问累计起来 运用在你的生活上叫智慧 几样的东西你要注意 有知识的人不等于有智慧 你看有些人读到大学啊 可是他读识书的 他生活是很糟糕的 不懂得智力 自己处理自己 很多人读到大学出来都跳楼自杀 因为他有知识没有智慧 掌握很多使用的技能也不等于智慧 你有很多的技能 你知道你是读工程师的 你知道怎样把一些物质建立起来 不代表你能够活 不能够你有智慧来生活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问题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智慧的灵 什么是智慧的灵 智慧的灵不是靠经验可以得来的 也不是靠学习可以得来的 保罗说智慧的灵是主耶稣的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所赐给我们的 是上帝给我们智慧的灵 然后有一个目的 目的什么呢 我回来看 一个目的目的什么呢 使你们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 什么是智慧的灵呢 智慧的灵就是上帝赐给你的 叫你能够认识真神 叫你能够知真知道他 原来哦 上帝啊 耶稣啊 知道我们啊 知道神啊 也有分真而假 我举例你就明白 什么叫真知道他 我先解释什么叫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就是很真切的知道 充分的知道 正确的知道 彻底的知道 全辈的知识 关于他 这叫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是一种体验他 经历他 真知道神不是脑袋的知道 那是心理的认识和生活的体验 我举一个例子 请问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吗 没有人不知道孙中山 他是我父 中国的国父 也是台湾的国父 都是我父就对了 我父孙中山 但是 请问 有多少个人在这里 跟他一起吃过饭 生我在一起 跟他一起看电影 跟他一起喝茶 大家都知道他 大家都知道他 不是大家都真知道他 明白了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基督 上帝给我们智慧的灵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真知道他 我再举例 当耶稣从母亲玛利亚把 还婴孩耶稣生出来的时候 圣经讲有一个王叫西律王 要把杀害 然后听 为什么要把杀害 因为有几个婆子 从东方的来 要寻找这个基督 找这个耶稣 要来朝拜他 他就是将来的王 世界的王 西律王听了之后就很生气 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找去把他杀掉 然后呢 圣经讲他找几个 找了几个 祭司长和文士 问基督在那里 请问 祭司长是在哪里的人 祭司在哪里 祭司是在圣殿里面的人来的 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人来的 文士是什么人 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 很懂很晓得很熟读 背圣经背得很熟的人 叫文士 文士简单 今天来讲就是圣经老师 对圣经很了解很明白的人 他问基督在哪里 不用翻圣经啊 他们就直接 把圣经的经文说 基督会在过里面 然后 基督王就 去了 去了玻璃人 把所有他婴孩都杀掉 把婴孩都杀掉 你看 你看 几个博士 是不认识耶稣的 对吗 几个博士从东方来 是要找耶稣的 他对圣经不了解的 却知道 从东方一直 跟着那个星星来找耶稣 他们却认识神 却认识耶稣的 几个 祭司长和文士 天天在读圣经 却不认识耶稣 熟读圣经 知道一种注释而已 基督在过里面 却找不到耶稣 最后拜耶稣是谁 就是他几个婆子 而不是他几个祭司长和文士 今天一样的兄弟姐妹 你可以来教会 你可以带教会很久 你可能读圣经都很久 你不一定能够认识耶稣 你真的知道耶稣 你必须要有智慧的联织 才能真正认识耶稣 上帝要赏给我们 赐给我们的是 智慧的联织 今天有太多人用头脑啊 研究基督啊 教会啊 却很少的人啊 在祷告中的仰望神啊 得到奇事 人对基督的丰满知识 完全在于 完全在于智慧的智慧和奇事的人 不是人的发明 乃是神所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只有谦卑向神祈求 大部分 圣徒为什么眼光 前短 苏灵 贫乏 贫穷 人力轮落 多伴依 跟 有没有智慧的流温 所以 很多人喜欢讲 我信主很久了咯 我信主有22年了 其实 他的知识 他的智慧 只停留在他信主的那一年 一年的信主 重复了22年同样的事情 我每个礼拜来教会 每个礼拜来教会 每个礼拜来做同样事情 这不是他有22年的 认识主的22年经历 而是只有一年的认识经历 从来没有长大 不是你去教会有多久 不是你读圣经有多少 你必须要有上帝智慧的力 才能够帮助 摩西 然后我们来看 智慧的灵有什么呢 圣经讲 智慧灵是圣洁的 是和平的 是温柔的 温良柔顺的 是灵敏的 多洁三国的 是没有假冒的 第一 智慧灵一个特点呢 就是圣洁 耶稣说 清醒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 生活里面见到神 就必须要有 而成绩的神 神不再容忍污点 过污蔑 参透几度的生命 就好像以前那个 雨滴的两个儿子 在圣经里面 把人家献给上帝的肌肉 切掉到善熬的部分 把他占为肌肉 然后在圣经里面 跟女人幸福 如果你要 你生命当中有智慧的灵 你必须要选择第一 过一个圣经 第二 和平 圣经说 圣洁的灵来自和平 和平在字典里面的 分享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一颗不受干扰的心灵状态 也离心理 心理冲突 没有斗争和谐相处 实现和平的状态 不真诚 请问我们的生活 有体验这种智慧的灵魂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生活是按爱好和平的 圣经讲 使人耳目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必成为上帝的儿子 一个真正的弟兄 是爱好和平的 他们是不同教条 不同宗派 不同阵营之间的和平使者 而不是那些挑起 纷争啊 辩论啊 控制控啊 谴责造成基督 基督教之间战争的人 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 有没有和平 有没有智慧的灵家里面 你就从他身上 看他有没有知道的和平 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安的 他看到一样子清啊 他越把人喜欢越把人 越吵越乱越好 真的有这样的人在教 他不会是说 使人耳目 看到东西 把他说好 把东西弄给他 不要触摸 不要给他灯瓦 有智慧的灵 他是希望人家做得好 而不是看人家吵架 哇 像个巴林克 巴林克班根那种 这叫做 接下来 柔温 智慧的人是温柔的 温柔是指一个人的君子风度 Gentlemen 一个温和的人 是不会在语言上或行为上 有暴力倾向 苛刻粗鲁 或恶劣的才 Gentlemen 盛世的佛神 盛世是处于上流社会 来自于王族的地位 我没有想象 有谁的身份 比耶稣基督的儿子的身份更高贵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应该有Gentlemen 因为你不只是来自上流社会 你不是王族 你是万王 是我们的儿子 你更应该显露出那种君子的风度 温柔的风度 倘若你是一个容易被恳求的一个人 那么你就是一个脚踏实地 扎扎实实 实在真实的人 那你就是那么平易 竟然受教体贴 一回应别人的认真请求 不会摆架子说 我太子明了 我很圣洁的你不可以 接近我 耶稣从来都是敬而 不是敬而言之 而是敬而亲之 有一次 有一班小孩子 赶过来 要给耶稣祷告 摸头祷告 门徒阻止了 小孩子走开 大人在聚会里 不要吵 耶稣说 让这些小孩子来到我的岂边 我让你过来 这些孩子都是天国人 还记得吗 当有一个下眼的人 在街上大喊 大尾的子孙 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医治我 然后那旁边的人 你静静啊 耶稣很忙 你不要吵他 他有正经 有正经的事情要做 你请你离开 然后他越喊越大声 大尾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吧 最后怎么样 就要耶稣做过去 为他祷告的子孙 还有一个长大麻风 写太空的人 没有人敢接近他 没有人敢靠近他 耶稣去摸他 然后为他祷告 叫他女子 叫他长大麻风的女子 耶稣是一个温和 然后可以接近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要素 然后怜悯 什么是怜悯 兄弟姐妹 怜悯是 的意思是 避免伤害惩罚反对他 我们生病中有很多人反应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 你的待人处事有多好 耶稣那么好的人啊 人家也会反驳他 要把他杀死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做到 人见人爱 人家看到你就 看你好像宝贝这么多 当那些人反对你 恨你的时候 你要怎样 你要怎样的态度 抱负 他做厨医过 就做厨书 他这样对我就对付他 是吗 这样你就失去了智慧的灵 智慧的灵是充满怜悯的事 能够避免伤害惩罚 那些反对他 没有怜悯的人 会让一个人很坚硬 很轻视 语言上总是恐吓你 但人家对你不好 反对你跟你 跟你怪不去的时候 你第一个人的本性啊 就是用语言恐吓 如果我们再做我们的态度 我警告你 就跟你讲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耶稣从来没有这样 耶稣从来没有用语言上来恐吓你 这就是怜悯 你有怜悯吗 如果你没有怜悯 你要学习像耶稣 有怜悯的事 不是可怜他 其实那些对付你 不喜欢你 对给你 跟你怪不去给你男孩的人 其实他们是蛮可怜的 所以你要用怜悯的心来给你 接下来 智慧的意思 有 结果成熟的果子 谁喜欢吃不熟的果子 拆下来 会有苦涩的 然后不甜的 然后 没有水分的 很不甘的 是吗 任何果子不熟 你哪一次看 都是苦涩的 都是不甜的 是没有水分的 没巴醉 是吗 但一个很熟 熟透 很熟的果子 你咬下去 哇 注意了 水分充满水分 很甜的 很喜欢吃 所以呢 有智慧的灵的人 他是有 能够接果子的 今后必须要找出这样的果子 不偏袒任何人 不虚伪会服事 我们绝不可以羽毛群 我们叫他喜欢羽毛群 哎呀 这个我希望喜欢他 我餐他多一点 这个人我不杀羽毛 我不要跟他讲 哦 不要羽毛群 我们的言行举止 必须抑制 我们的人品 必须跟我们服事 和兵种 这就是 所以我们最后 结束 我们的谈 之后 什么 大家讲 是清洁的 清洁的 对 你们谈有谁是不是啊 清洁的 清洁的 同意 宽宽有何干的 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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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平的 温量柔顺的 愌涼冷的 приг静的 多结果子的 多结果子的 没有假冒的 没有假冒的 交正 讓我們站一起